第一,黑名单的名称,我发现同学对于名称的定义比较不熟 像我们刚刚定义记得,A2,Ctrl Shift向下,就是选取它的范围 在这个地方输入黑名单,Enter就好了 选的时候记得不要选到上面的名称 因为那个名称进来,它又不是黑名单,它只是一个栏位名称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 第二个是说,如果你做错了怎么办 记得到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专门管名称的是在哪里呢?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底下这边就是你实际上的位置在哪里 如果你做错了,要不然就把它删除,重新再建 要不然你就从下面去变更它就可以了 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你会发现点下面这边,它会帮你选起来 是不是这个范围?是 那OK,第一个名称就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录制黑名单筛选的整个过程 当然录制前面讲过啦,我们大概就是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录的时候记得先彩排,确认喔 而且插一个步骤都不行 因为一个步骤,像我同学是roll的第一个步骤 直接就把它切到查询名单开始录,也不对喔 因为你少了一个什么 将来你的按钮会是在这边嘛 所以你要必须切过去 切过去第一行,它会帮你录一行叫什么? shits,刮虎,查询名单.slate 如果没有这一行,那它就变成桌在它现在这个储存格 在这个工作表里面做,那就错了喔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录一次啦 那你先彩排一下 那我先把这边名称 假设啦,我们录制之前,可能就是先给一个录制聚集 然后名称的话也许叫什么?黑名单筛选 我这边有一个1啦,不然我就变2 OK,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按确定之后呢,就开始 就是处于一种产生程式的状态了 所以你这个可能要小心喔 所以先想好,按确定 好,再来的话呢,先切到查询名单 它会先帮你录第一行,叫刚刚那一行 shits,刮虎,查询名单.slate 游标放B2 这个时候它会帮你录一行叫range B2.slate 再来上面的公式呢,直接打锅就可以 不用自己key啦 因为所以刚刚讲不用删掉 它会帮你把那个什么formula等于什么R1C1 等于公式放进去 再来的话呢,就向下填满 自动向下填满 再来怎么样呢 再把游标放B1 资料筛选 把这个筛选留下E就可以了 留下E就可以了,按确定 然后游标再放在A2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再到查询结果 A1 Ctrl V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一个 一个 然后最后记得 再把开发人员里面 停止录制 OK 应该没有问题啦 那做完之后呢 再做一个清除 清除的话也是这样 反正就是 游标放A2 然后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也可以啦 或者自己写也可以啊 前面讲过 你Range A1 A1 的最下面一列 点Clear Contents 也OK 自己写货的录制都没关系啦 然后 最后呢 就试一下 筛选 这清楚应该没问题 那黑名单筛选 因为我做了那个黑名单筛选2 所以呢 我把它再 重新指向到黑名单筛选2好了 我还是建议 就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按F8 逐航跑跑看 因为说真的 要一次就成功 除非说你已经很熟了 不然的话 我发现大混同学好像 要一次做对 可能性还蛮低的 通常会卡住啦 不过卡住算正常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按钮8 你会发现它等于是把刚刚的动作 有没有切过去 B2 有没有放上去 然后呢 再把它 Formula 公式帮你加上去 其实就是把刚刚的动作呢 你再确认一下 跑一下 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它基本上 就会得到你要的结果 那这个部分 你就可以建一个按钮了 那在建按钮之前 我是建议你在 每一行每一行的 上方 加上那个 加上那个 所谓的 注解 像我习惯上 都会在每一行每一行的上方 加上一个所谓的注解 有没有 这边的话 1切到哪里 2 3 4 5 6 有没有 每一个每一个 我都会逐行逐行做注解 也就是说你尽量 反正能看懂的地方 你就在上方 加一个单引号 然后1 2 3 4 5 反正这个顺序 这个东西只是给各位参考 你要怎么打 反正你可以用你习惯的方法 去做没有关系 那我建议一定要加注解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注解 以后你回头看 你一定不会知道你在做什么 OK 长远来看 好 那另外清除的话 就把它做出来 清除就可以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 感觉好像还蛮顺的 按下去 全部呢 它就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结果呢 自动带过来了 OK 那就可以看到结果 我这边好像电脑稍微慢一点点 我已经比人工快很多了 按下去 对 只是说你会发现它这样切 按下去呢 它还是会切过来 然后停在这边一下下 这样感觉好像效果不太好 所以呢 理论上我会怎么样 会把那个切的这个动作 把它关闭 因为如果说你切过去 再切回来 感觉好像有点看得出来 你是用录制聚集 但如果你不希望切回来切去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那个画面更新关掉 它就不会有切换的那个动作 所以如果你希望更好一些些 不要有那个切换的效果的话 前面不知道有没有教各位一个方法 就是把画面更新关掉 有没有 没有吗 有人点头人摇头 有的话可能是自己看 上网看YouTube 或者 那画面更新的话 会用到一个叫Application的一个物件 Application值的就是Excel Application点 它有一个叫Screen Updating 因为如果你要控制Excel的话 其实它的物件名称叫Application 开头就是App 就是现在App App其实就是Application的缩写 Application 这个可能要稍微背一下 因为这个物件它的重要性非常的高 像刚刚有提过 如果你要让这个Application里面 自动去更新 几分钟几秒钟 去做什么事 它其实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On Time 或者On Repeat On Time 等等的 这边 就可以用Application去做 不过这个我想 这个会不会有机会再谈 那我如果说希望画面不要更新的话 它有一个Screen Updating 你把它怎么样 等于False就可以了 等于False的话 意思就是说 关掉 不要更新 记得在结束的地方 再把那个画面更新 记得要打开 不然的话 它以后呢 本来应该更新的 结果就不更新了 变成奇怪 为什么画面好像怪怪的 所以上面等于False 等于False意思就是把它关掉 等于True的话 就是把画面更新再打开 那当然你做完之后 它的效果就不会 像刚刚会 刚会切过去 不过你现在 你会发现 它现在停在这个画面 它不会这样切来切去 感觉会稍微高级一点点 感觉 所以很多程式 基本上只是那种Kimuchi的部分 当然你不做OK 是要OK 所以这种东西只是一种感受性的问题 加了感觉会比较好 不加其实也没关系 OK 如果大部分 这个就除了UI之外 还有UX UX就是User的感受 应该叫User的Kimuchi 对 你要顾虑到 不然的话 有些工程师反正写完就算了 很难用也不干他的事 反正都已经结案了 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有那种 给人家感觉这个程式写的好贴心 或者给 甚至有那种你操作那个系统 感觉这个系统好温馨喔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那表示那个工程师太厉害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黑名单筛选 最后录制聚集 按下去之后 可以自动把刚刚的东西 更新完之后放过来 当然这个地方 其实还可以写更多 只是说因为 时间的关系 还有就是说 有一些难度 所以我后面甚至改写了一个 叫 甚至加了一个这个东西 跑多久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 就是一个什么 跑百分比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用表单做出来的 然后跑了多少 有没有 你会发现啊 跑完了 关掉了 有没有 哇 这感觉 这也是感受性问题啦 如果没有 其实也没差嘛 但是如果你跑出来 甚至如果做一个动画啦 做一个 什么 反正那就是一种 像手机APP一样 那样的效果 感觉会比较高级一点 对不对 那这个当然就是 算是 额 锦上添花啦 如果想要知道后面的方法 其实在我云端白板上面都有放 因为我们讲义放不下 所以呢我通常会放在 刚刚跟各位讲的那个网址 有没有 GOO.GO 刚刚应该有抄吧 你可以找一下那个 我们云端白板里面的数学函数 黑名单筛选 里面就有我刚刚秀的这些程式 如果你回去想要try一下啦 云端上面都有 你可以Ctrl-C Ctrl-V 试做看看 最好如果整个流程可以自己来过一遍的话 那更好 那今天的话先讲到黑名单筛选 那下一次的话 我们再继续来看数学函数有几个 像什么乐透彩的中奖几率啦 不过这边可能后面还可以延伸讲一些 如何从网路上捞资料 像这些资料都是网路上捞下来的 甚至乐透彩或者大乐透 历年来哪个号码开出的几率最高 其实我们也可以一键完成 可不可以 可以啊 网路上都有资料啊 那所以 也许下一个礼拜再来看这部分吧 所以会越来越难 但是越来越实用 OK